很多人知道佐夫的名字 但是很少人看过他守门 40年前的1982年世界杯 意大利与巴西为晋级半决赛展开了精彩角逐 面对桑巴军团的梦幻四中场 意大利队将防守反击发挥得淋漓尽致 金铜罗西在比赛中上演了帽子戏法 而门将佐夫则一人肩负起了球队的防守重任 他的出击意识以及门线技术都是如获春惊 看完这场比赛之后 如果以40年后的现代足球为标准 他也是一名非常出色的门家 况且出生在1942年的他 在当时已经是40岁的年纪 比赛开场仅6分钟 孔帝在前场形成摆脱之后将球转移至左侧 四号卡布里尼稍作观察送出了一记精彩的鞋传 最后助攻20号罗西投球破门 意大利队的开局可以用完美两个字来形容 随后巴西队凭借着强大的中场配置控制了场面 中路送出分球之后 皮球随即误打误撞形成了机会 然而9号塞尔吉奥最后的临门一脚显得非常业异 糟糕的表现也引起了10号季科的大为不满 上半场比赛第11分钟 苏格拉底与季科在前场右侧打出精彩配合 意大利的整条防线在此时直接被打穿 最后大胡子队长低射进脚帮助桑巴军团翻平了比分 而门将佐夫由于判断出现了失误 以为对方会将皮球踢向远脚 所以对这里丢球也是鞭长莫及 随后巴西队在后场的漫不经心酿成了大错 罗西完成抢断之后迅速形成了摆脱 最后用一脚大力抽射帮助球队再次取得了领先 意大利队落下晋级半决赛 这场比赛必须要战胜巴西队 而巴西队只要占平对手就能晋级半决赛 所以目前2比1的比分对双方来讲都有不小的机会 巴西队随后通过45度携传将球掉向进去 最后苏格拉底的投球攻门被门将佐夫稳稳没收 巴西队继续沿中路组织进攻 这次是6号如尼奥尔在中路送出分球 提球被意大利后卫解围出禁区之后 15号法尔考顺势完成的远射被挡出了底线 而意大利队的进攻主要通过反击来完成 上半场尾声阶段 格拉奇亚尼在禁区内通过摆脱险些密的良机 半场结束 意大利队以2比1的比分暂时领先 下半场一边再战 巴西队依旧占据着场面优势 桑巴军团的进攻思路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通过中路的撞墙配合来创造机会 这次又是法尔考的低射稍稍偏出了远端力度 随后 巴西队尝试利用右侧的直塞寻找机会 好在门将佐夫通过果断的出击 化解了对方的进攻 在一分钟不到的时间里 巴西队又在前场形成了共识 法尔考选择将球挑向进去 而门将佐夫也是再次通过出击摘下皮球 又过了一分钟 巴西队几乎用相同的方式创造出机会 这次依旧是40岁的门将佐夫力挽狂澜 转瞬之间 意大利队便将皮球攻到了前场 格拉西亚尼在扣过防守之后 送出精彩妙传 可惜20号罗西面对绝佳机会将球提拼 同时也错过了完成帽子戏法的机会 一分钟之后 巴西队获得了前场任意球机会 门将佐夫最后的扑就也是显得非常稳健 比赛第68分钟 左后卫6号如尼奥尔带球推进组织进攻 随后将球交到了法尔考的脚下 此时意大利队的防守人数主要集中在禁区内 所以就被对方直接完成了破门 比分来到2比2之后 目前的形势对于巴西队非常有利 因为他们只要站停就能晋级半决赛 不过此时的巴西队选择继续进攻 纵观整场比赛 他们的进攻手段存在着阶段性的变化 会在短时间内采用相同或者相似的进攻套路 这次是季赫在相同位置完成了一脚远胜 然而足球就是一项非常神奇的运动 比赛第74分钟 意大利队利用脚球机会第三次取得了领先 完成破门的依旧是20号罗西 通过慢镜头可以清晰地看到 此力进球并不存在越位的迹象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40岁的门将佐夫继续着神勇的表现 意大利队也是通过他的高阶低档 才保住了3比2的比分 最终在第二阶段复赛中取得了投名的成绩 从而晋级到了当年的世界杯半决赛 随后又接连战胜了波兰和西德 捧起了大利审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计划